Hello 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今天講講KOL界的大事 全港最強的KOL 這個應該是政治系 不是他 所有系 是嗎 超過了大劑 和笑波子 他最近蕭先生開麥克風 點名話陶傑 人渣 人渣前 人渣後 講了幾集 陶傑說一定要出律師信告他誹謗 這個情況大家都有聽 將陳怡舊事劃出來講 大師這兩位都是你的朋友 蕭先生說是因人 怎樣去評論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他們兩個之間有沒有交情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交情 兩個我都不會特別評論 你說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因為 實際上所有新聞都很足夠 這件事都是最juicy的 所以我唯有說出來 但我其實不是很想說 所以你不如評論就你評論 我大概說說 因為他們兩個之前 這件事一直都是 很久 發生了很久 這類似是菲律賓的人 菲律賓那些 人質事件 不是人質事件 菲律賓那些 菲律賓居港權的問題 這已經很久了 陶傑說了一些 對菲律賓人 不是很禮貌的說話 菲律賓那些是違反了人性 基本的問題 其實那件事 我曾經說過 他們類似 我不是類似圖記 我只是說 整件事如果你給菲律賓居港權 這件事會很嚴重 是 因為我的心 潛台詞就是 那時港獨還未流行 整個民主派到最後的立論 是一個racism 是racism 即是你覺得大陸人是 inferior 到最後 你沒辦法 於是整件事會有一個錯誤的狀況 如果是racism 或者你不能夠去 去讚揚大陸人 貶持大陸人 然後你就去 幫菲律賓人 這件事本身 因為香港人是superior 這一個論述是會錯的 是 大約會是這樣 但是 當時的民主派 包括蕭若元 因為蕭若元的思維比較像公民黨 雖然當時他背著人 那些招牌 所以他就不能夠看什麼 但是問題 整件事他們覺得 普世價值 那些東西 但是到了最後 這件事反而是勸服了 陸謹申 他說 他們是 不贊成 沒有篩選 沒有任何要求 給他一個 區民權 之類的事情 但是因為這件事 蕭若元就很不適合陸杰 他說要把陸杰的量薄的輿論 因為這件事是對伊斯蘭教 因為不是菲若元 不是菲若元 是一件事 而是伊斯蘭教 他說了一些伊斯蘭教的事 我記錯了 雖然那件事是 雖然那件事是 適合的 伊斯蘭教 其實有些事情已經是不適合了很久 證結不合 但是這件事的陸杰 就覺得 會對人生生命有威脅 是的 他那時候說了 你這樣翻譯 我那些 17個語言 你出來找我的命 交票 是的 不是菲若元 我記錯了 菲若元是有不適合的大問題 即是不適合的大問題 但是 後來 再出現了一些這樣的狀況 是的 就是 然後 陸杰就應該在節目中有不開名 一直都說了 是的 一直都說了 大家一直都在 然後他一直說 蕭先生的預測不准 也是那些 全香港都是 燈神傳說 是的 所以 就是 大家都是說對方 對方的言論是 先挑釁 然後 蕭先生 就 登了一封陶杰的 他的讀者 他的網友 說陶杰 年輕的時候 以前在英國 做了什麼事 然後再錄了一段影片 他說他是 解釋 人測 於是 陶杰 就作出反擊 人測 這件事 不是特別 反擊 因為 客觀雖然 可以告 消瘋 消瘋 肥瘋 這件事 就是這樣 謝謝大師 提供了 所有的 前文後理 如何結縣的資料 給大家聽 但是 你又覺得 跟 這些 我們叫做 民人北戰 口水戰 其實是不是 一些 都是想 推高大家的 注視率 我不知道這件事 究竟牽涉到 有多少商業活動 毫無疑問 也是有一定的商業性 是的 因為你在YouTube 就出來 本身就在商業 YouTube本身是一盆生意 對 對 所以到最後 都有一定的商業作用 你罵我罵我罵你 大家一起升 以前的報紙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是 我不知道 以前的報紙 我都知道 被人不戰 那些東西 毫無疑問 這件事 有沒有商業的想法 在頭上 都是 到最後 實質上 必然有一個商業競爭 是的 實質上 到最後一定有 而有一點 就是YouTube YouTube 看的人 是少了 是的 應該是關於 一些政治 我都最近發現了一件事 你早過一半年 或者一年前 因為他都會選擇你的口味 例如我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我一開 他前面都會排除 那些關於政治性的 節目給我看 我最近發現 他的 大數據的選取 就開始變了 可能一些關於 少了 會給予其他內容 因為 你開啟的時候 下面的幾個 推薦你看的 其實很重要 這個叫做 數據法則 我相信YouTube 也有些數據法則 改變了 對 而且應該是看YouTube的 重數屏銷售 因為人們在家的時限售銷售 對 開始出了街 所以變了多了活動 就被看YouTube的人寫了 所以大家都 我想需要一些 增長 需要一些 刺激 所以整件事就好 陶傑說會 會告到台灣 因為台灣是非謀法的 當然那個控告是有一定的難度 大約是這樣的狀況 那情況就是 其實這類型的筆戰 以前 現在是口水戰 大師有沒有試過 筆戰 你認為林昭英算不算 因為大家不是要 因為來往很多次才算 他到了最後 我把他借回他 他都沒有反應 哈哈哈哈哈哈 不成分 是的 但是 當然 如果和我不戰的話 那些人會很吃虧 因為我 即是 我不能說好小器 也不算特別小器 但是 你不算特別小器 但是 我不戰有一個 其他人沒有做到的 就是 我其實不太難打 如果是 我覺得書面很大 我不會出擊 即是 我試過 被人連續攻擊了 幾年我都沒有出聲 但問題是 我捉到他的書面子 我才會移動 明白嗎 所以 我不同的事 很多人不戰 我 你明白 那件事是很大的錯誤 我才會移動 那件事我覺得 在技術上 我是真的能夠取勝的 我才會做 我不會好像 無緣無故 即是不像特朗普 是的 亂打 但亂打的話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亂打有好處 因為大部份的人 都不懂得看 亂打就代表你的決心 特朗普 就是告訴你 我的決心 我是亂打 是的 這個情況是這樣 是的 所以我通常都找了一些 你知我邏輯性都很強 我找了一些 對方犯了一些很明顯的錯誤 因為很明顯的錯誤 是良重的 有一種 就是 幾方立場 看得出對方有明顯的錯誤 例如 我罵你 郭榮鏗廣獨 你永遠都 罵不出結局 是的 因為他基本上是廣獨 他不覺得我是羞恥的 那你沒辦法罵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但問題在我來說 我是要找到他內在的矛盾 或者他 出賣了他的支持者 是的 那個立場我才是甚麼 明白嗎 我反而會說 喂 你這件事 和你之前說過的不對 或者 你這件事 其實 你現在 你說的這件事 其實你是出賣了港獨 你是港獨 我通常都會這樣 我不會像別人那樣 就是兩個不同立場的立場 我通常會站在對方的立場 才打他們 你通常都會打他的最重要的婆子 我打他的自傷盤盤 以及挖他的本身的支持者 而不會在敵對方面打他 看看 陶傑和蕭先生這次的 口水戰發生是怎樣 挺好看的 希望他們既是增長了銷路 又不要太相和氣 不要太相和氣 又增長了銷路 達成商業目標為先 是的 今天關於陶傑和蕭先生的評論 就是這樣 我們明天再找另外一個新聞主題 再經過 拜拜 拜拜